成龙芯片狂怒杀暴宣布开机,将演退役特种兵。 成龙芯片狂怒杀暴宣布开机,将演退役特种兵。 动作喜剧电影狂怒杀暴19日在上海举行开机新闻发布会。 中心网上海6月19日电,记者徐银,动作喜剧电影狂怒杀暴19日在上海举行开机新闻发布会。 功夫巨星成龙携好莱坞知名导演斯科特沃夫,WWE,美国职业摔角,巨星约翰三大亮相,分享新片酬为幕后的故事。 据悉,电影狂怒杀暴的故事将以中东沙漠为背景,讲述了成龙饰演的中国退役特种兵罗峰。 曾经在一次掩护行动中,遭遇了被邪恶势力利用的美国雇佣斌克里斯,两人从最初的生死搏斗到渐渐彼此了解后结为盟友,共同为信仰而战的故事。 成龙透露,其实这部影片完全是一个妙手偶给的故事,故事来源于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的真实经历。 我在听完后找到了编辑进行了重新改编整理,整个创作过程差不多有两年,直到一个月前才最终敲定。 在新片中,成龙将饰演一个退役特种兵,还会与美国雇佣兵在沙漠展开一场殊死搏斗。 对于成龙而言,现在接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种新的尝试,我希望让大家能一直能看到不一样的成龙。 约翰·塞纳,图佐,将与成龙,图佑,在片中交手。 为了筹备狂怒杀暴的拍摄,导演斯科特沃夫已在中国待了近三个月,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,我一直想来中国拍摄一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电影。 斯科特沃夫说,自己对于新片的启动拍摄十分期待,在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功夫巨星与美国最有潜力的巨星交手,这真的是很让人期待的场景啊。 请介绍,此番将在《狂怒杀暴》中与成龙交手的正是WWE眼下炙手可热的巨星约翰·塞纳,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和歌手,和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巨石强森可谓师出头门。 身高185厘米,体重114千克的约翰·塞纳迹今为止,共获得22次WWE冠军。 面对这样一位如此能打的对手,成龙表示不足为举。 当被问及谁更厉害的时候,成龙自信满满地表示非我莫属。